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每天我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在YouTube上面看各种各样的技术视频 尤其是跟内容创作者相关的 那么今天也不例外 但是我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视频 跟大家有关 所以我就拿出来讲一讲 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做内容的时候 有一种内容你要特别小心 要不然会踩上地雷 得到YouTube的社区黄牌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频道叫Freedom 这是一个很大的MCN的频道 那么在华文世界里头 还算是一个知名的MCN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推荐这个频道 并不是建议大家加入MCN 我对MCN的态度的话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多次阐述过 我只是建议大家 这是一个值得看的频道 这个频道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 它有16.8万的订户 但是你看它单期视频的观看量 都是在摆这样一个级别 200多 200多 500多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频道 这样单支视频的观看量 是比较低的 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频道的内容 信息的密度会比较低 什么意思呢 这12分钟的 作为的视频可能里头 大家觉得是干货一样的东西 可能是3分钟 4分钟 但是呢 正是冲着这30分钟来讲 我建议大家 如果是对一些高级的 这个运营方面的技巧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频道 那么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它这期视频 这个George George就是个MCM的这个CEO 他做了一期视频 就是介绍大家如何去把一个频道的 所有的视频下载下来 他的发信是好的 他想告诉大家有这么一种方法 你下载了所有的视频 然后预防哪一天YouTube出问题的话 你有所有的数据备份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违反了YouTube的社区服务的条款 我在这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中文版的服务条款里面 有一款专门讲到 不得进行以下的事项 存取重复下载 你看 它不允许你发布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最后背后的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内容创作者授权这个内容给YouTube的时候 他只允许在YouTube的生态环境里头 使用推广和宣传 不允许你下载以后 另做他用 所以他社区条款里头 明确的规定了 这个交别人下载 是违反他的条款 所以会得到黄牌 会得到一个社区准则的这样一个黄牌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就得到了一个 Community Guidelines Strikes 就是我们讲社区准则的黄牌 那么但是呢 他不是一个strike 你看到又是warning 什么意思啊 从去年开始 YouTube更改了这个规矩 就讲 版权问题 没得商量 你要是违反了 就直接给你黄牌 三张黄牌 关你账号 但社区准则 他理解有很多人新到这个平台 对这个社区的一些规则不太了解 他讲 我第一次先给你一个警告 后面才有三次这个社区黄牌的机会 所以总共加起来讲就是连续的话有四次才会被关闭账号 但是注意啊 这个警告啊 你这个账号的一辈子只有一次 那么其他的黄牌是90天之内的话会过期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呢 觉得很有趣 这个一个很大的MCM的 既然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那么我为什么讲他低级他 我很早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做过节目讲过这个内容 在我的群里头 在我记忆当中啊 大概有三个群友 因为做教别人如何下载视频 被这个黄牌警告的 所以呢 今天我再次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子 你做跟YouTube相关内容 不要教别人如何去下载视频 YouTube只允许你通过两个方式 下载你自己的视频 别去下载别人的视频 好 哪两个方式呢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到后台 一个一个视频 点击这个三个点 里头有个下载 就单一视频 你可以这样下载 如果讲 我呢 要把我所有频道的视频 下载下来 做一个备份 我怕下次YouTube掉链子 或者讲 YouTube是有 但是呢 我怎么去下载 一个一个下载 不是很麻烦吗 对吧 我要把我所有的视频 全部都拿来 比如说我要上传到Facebook 我要上传到B站去 你不是要所有的这样一个备份吗 有的人 有一个种原因 自己本地没有备份 自己本地的硬盘坏掉了 等等各种原因吧 好 YouTube 当然早就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 它有个服务叫做 谷歌 takeout 你在搜索里面 搜索谷歌 takeout 你看 第一个 这个链接 就是在这里头 这个服务 其实是让你使用任何的谷歌服务 只要是数据的 比如说你有谷歌Drive里头有文件 比如说你的谷歌的这个Gmail 那些电子邮件 你全部想下载一份 这都可以 这里头列载了所有的用到谷歌的这个服务 那么你上来先把这个地方全部不选 YouTube这个数据在最后面 因为它按这个字母排序 Y在排到最后 YouTube和YouTube这个音乐 你选择它 证明就讲我要下载YouTube的数据 然后选择下一步 这个地方 它就会讲 你下载了这么多视频放到哪去 第一个就是它给你一个下载的链接 它准备好了以后 给你打包 可以直接让它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谷歌Drive上面去 也可以放到Dropbox上 也可以放到微软的OneDrive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选择了这个东西以后 然后你去讲 你生成这个文件的格式 ZIP可以TGZ 都是打包文件的格式 然后它会把两个G 两个G作为一个文件 把你放到你那个Drive里头去 或者发链接给你 如果你可以想象到 你都是4K或者是1080P 但是好多视频的话 可能会有几十个G 那么你这个整个的文件也蛮大的 它给你一个链接 如果你的互联网的速度不够快的话 你会下载好多好多天 下载半个月 才能把你的所有的文件都下载下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合法的 不违反它平台规则的一个数据输出的方法 所以是这两个方法 单一视频和整个的视频内容打包 注意哦 我只是在这边讲了视频 其实不止视频 你在YouTube上面历史留言的所有的评论 在直播间里头留下的这个评论 全都会可以打包输出 以前我们讲 很多人讲 我不知道三年以前在哪个视频留言找不到 对吧 这个地方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你的留言全部都倒出 你能够看得到的 你可以认为这个谷歌 takeout 就是你在谷歌的所有服务里头的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打包 拿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它的合法的方式 注意哦 takeout和单一的下载 全是下载自己的视频 任何下载别人的视频都是违法的 那么 交别人去下载别人的视频 那更是违反了它的社区准则 所以会得到黄牌的警告 好的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相当于是不允许下载别人的视频 交受别人下载方法 这是违法会得黄牌警告 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不注意 所以我今天拿出来单讲 另外这个谷歌takeout工具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如果你本地的文件丢失的话 建议你 现在就应该养成 本地有备份文件的习惯 不要讲上传到YouTube以后 然后你就把本地的删掉 如果你历史的文件没有的话 建议你文件体积大小 还不是很大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一下 使用谷歌takeout 把你所有的文件下载一份 它这个文件是这样子的 你上传上去的时候 那它不处理多个备份吗 1080p640 480 它只会把你原来的那个东西下载 你上载上面去 是的是4K 它会4K还给你 你上传上面去480 它会480还给你 其他的它处理的格式 它不会给你 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 今天这期节目 就算是一个复习 再加上介绍 这个takeout新的工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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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